在我们开始今天分享今天的 沙巴安息日的陀拉之前 我们一起来祷告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我们知道我们感谢的是谁 我们知道我们赞美的是谁 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明天在谁的手上 今天无论人在哪里 近处的远处的 即使是在天涯海角 祝你的慈神爱索 跟丁横的手 绝不放过每一个跟你立约的人 今天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你的话语如烈火 烙印在我们的心上 燃烧在我们的血液里 我们奉耶稣哈马修阿哈的名祷告 Amen Amen 这一周安息日的陀拉 我们每天都有读好 读完了之后有没有觉得一天一把火在里面燃烧 那个火在我们里面燃烧是可以看得见的 如果你的怀里揣了一团火 你看你能不能放得住 所以今天我们就一点一点来分享哈 所以这周感觉 灵魂的爱火要燃烧 回到起初的爱要燃烧 心腹燃烧 燃烧燃烧 燃烧喂水 怎么燃烧 我们今天有很多的 神给我们的信息 我们都来分享哈 哈利路亚 那我们今天我们知道 我们今天安息日4月1号 我们知道 希伯来历是几月几号 已经写出来了 希伯来历是雅比约第十天 那么神在雅比约第十天说 你们要预备余月节的羊羔 四天以后 黄昏以后要宰杀 所以你知道耶稣啊 他有一天 他在过余月节的时候 他骑着驴居进圣城 我们觉得他是哪一天进圣城 余月节的羊羔 他面向耶路撒冷 他知道他来到地上的命定 他不会因为他来到地上 我也不知道来到地上会怎样 但是我发现好多人跟随我 好多人要拥戴我做王呢 我可以医治 我可以赶鬼 我的名声大噪 所有人都来跟随我 我是不是这一次就是要来做王 他本来就是王 但是耶稣啊第一次来 他是要为他的百姓 除去罪孽 被挂在木头上 被钉在罗马的十字架上 我觉得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当我们读福音书信的时候 看他的使徒记载 他在地上怎样服侍的时候 如果我想 如果是我的时候 在那时候或许有一念之差 我本身就是王 这次我就做王好了 我为什么要上十字架 我一个念头就可以派我的王 派我的父 拆十二个赢的天使来 将他们都灭了 我直接就做王 但是耶稣啊 他的头脑非常清醒 他知道他是为什么来的 连他在地上的弟兄 都用话刺激他 不知道他是谁 过祝鹏节的时候 还给他话听 你赶快去祝鹏节啊 你是王 大家都等你啊 但是耶稣啊知道 我的日子什么时候 倒霉到我知道 所以耶稣啊 暗暗地上去过节 那么在雅比约第十天 虽然圣经没有明写 但是这位王 他骑着驴居 千千何何地进圣城 他要为他自己的百姓 在父的面前 成为被杀的羔羊 所以我们刚才 念了这段圣经 他 我就是很奇妙 你说 当耶稣啊 骑着驴居 进圣城的时候 为什么那些人就知道 用迎接王的方式 来迎接他 在地上 铺 然后拿那个 钟枝跟铝树枝 那都是迎接王要做的 但是王进圣城 不是骑着白马 他骑着旅居 这就是一个sign 所有知道 所有知道这个先知寓言的 他们那天看到这样的一个人进来 他们就知道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事情 这是应验了先知书 应验了先知萨迦利亚 在他的九章九节里说 西安的民呢 应当大大的欢乐 喜乐 耶路撒冷的民呢 应当欢呼 和萨那 和西安那 和西安那 你的王来到你这里 看啊 你的王来到你这里 和城的人都轰动了 过了几天 和城的人都要来定这位王 不容易地 来完成神 阿巴夫在经上的预言 他是公义的 并且施行拯救 千千何何的骑着驴 就是骑着驴的鞠子 这就是一个阿巴夫给我们的sign 所以当看见这个sign的时候 所有的人 不是所有的人 小孩子 门徒 所有人 我可以说是和城的人都开启 来轰动 他们喊的话就是 很奇妙 诗篇118篇的 逾越节的诗篇 和萨那 和西安那 归于大卫的子孙 实际上那天 他们讲的应该就是 西伯来文 亚来文都差不多 就是这个文 我们一起在 团队弟兄姐妹们 曾经跳过这支 西伯来的文的 西伯来歌曲的舞蹈 那奉主名来的是 应当称颂的 所以我们经常说 和萨那 和萨那 他的西伯来文是什么 侯西亚那 侯西亚我们都知道 这就是约书亚被摩西 改了名字之前的 侯西亚 就是拯救 那么这个 它就是西伯来文的意思 现在 所以当那些民 一起在喊这个 侯西亚那 虎西亚那 虎西亚那 虽然它是一个宋战的意思 但是它的意思就是说 王啊 现在 现在就要来拯救 我们现在就需要你的 耶稣阿提 现在就需要你的拯救 我想 我这周 因为我们快过逾越节 进入雅比院 过逾越节的时候 我们就开晓读这些诗篇 耶稣阿进圣城的 这 这所有的流程 还想 他们为什么会知道 会喊出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送赞 如果不是圣灵的话 没有人会知道 所以 我们都知道 现在我们就需要你的拯救 但是神呼召我们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马上就说 那 不知道西伯来文 回应到现在的时候 是不是现在 是不是那 问问我们当学过 西伯来文的姐妹 我们是不是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即刻就说 我现在就在这里 是我现在就在 如果神呼召我们的时候 我们没有即刻回答 你也可以 只我很忙 那么你要想想 如果我们在急迫 耶稣阿是我们患难时 随时地讲究 当我们呼求神的时候 如果神也说 我也很忙 你知道吗 我有很多心腹 你知道吗 我有很多儿女 我很忙 你先等等看 你等明天 我们如果能等到明天 我们今天全都玩完 全都不在这里 我们呼求神的时候 神就在这里 垂听我们的祷告 今天我们有一个 律法跟先知道理 律法跟先知道理 讲什么 你希望人家怎么带你 你就要怎样带人 这就是律法跟先知的道理 很奇妙 所以这是陀拉 所以耶稣阿进入圣城 他做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他要进入到他自己的殿 对不对 他进入圣殿 所以刚才我们读了 他进入殿 把桌子掀翻了 所以祭司长 冒牌的祭司长跟文士 教师都非常的愤恨 有人竟然进到这么神圣的殿 把圣殿的桌子掀翻了 我们主不是很温柔的吗 现在谁敢在教会里掀翻桌子 耶稣到了他自己的圣殿 看见很多人在殿里做买卖 为什么 因为快过节了 要献祭物 你到老远不要把祭物带过来 你到了店里面 只要给钱就可以买祭物 就去献了 多清赏 这个买卖非常会 所以这是耶稣阿最憎恶的 先翻桌他说了一句话 我的店必称为祷告的店 你们到时候他成为贼窝了 今天我们都很希望说 也很自信的 耶稣阿我们的耶稣都会到我们的教会的 因为我们的教会充满神的同在 自信满满 问所有天下的教会 真的吗 当耶稣阿今天雅比约十日真的进入到他的圣殿 你觉得 所有人的听 你觉得神到你的教会 耶稣阿到了你的教会 他会做什么 你们好棒 还是先翻桌子 你们这个贼窝 我们有没有 在神的圣殿里面 打着神的名号做买卖 然后在店里 非常奇妙 有瞎子 有瘸子 都到了耶稣阿的面前 所有到耶稣阿跟前寻求医治的人 耶稣阿全部医治 所以你要懂得到神的面前寻求医治跟帮助 耶稣阿是来拯救罪人 他是来 他是医生 他要医治有病的人 健全的人 义人 不需要耶稣阿 很奇妙 在店里有瞎子 瞎子都能知道 到这位耶稣阿面前寻求医治 瘸子 怎么走 我就是爬 我要跳到这位主的面前寻求医治 如果你觉得你不瞎 你真的是瞎了 我们是眼瞎的 我们需要神医治 打开我们的心眼 真的认识他 所以小孩子跟他的门徒看到这样的异能 大声呼唤 和撒纳 大卫的子孙在神的殿里大声呼喊 那些帽牌的祭司长跟文士 都跟耶稣阿说 你去责备他们 安静 怎么可以这么吵闹 别以为他们很尽钱 因为这些人抢了他们 因为他们对耶稣阿的送赞 跟欢迎抢了他们的风头 所谓的祭司长 耶稣阿时代的祭司长是用钱买来的 真正的祭司是不会抵挡他的弥赛亚 所以一会儿我们就看今天的立位祭 祭司跟立位人是如何服侍的 所以我一直很好奇 为什么堕落到这个样子 祭司可以抵挡他们的主吗 后来才知道 原来都是冒牌的 所以耶稣阿回来斥责那些文士 什么就是文士 就是那些教导人妥拉的 他们教导的不是妥拉 是自己的私益 把人都带到地狱里面 走遍海洋 千山万水 找一个人入教 把他们带到地狱里面 跟你们一样 瞎子带瞎子 耶稣阿说什么呢 说 你从婴孩跟吃奶的口中 完全赞美的话 我告诉你们 若是他们闭口不说 这些石头都要呼叫起来 不是小孩子不能在圣殿里呼喊 要呼喊什么 呼喊歌颂神的话 我就觉得这些小孩子很奇妙 如果不是圣灵将领 他们怎么知道这位弥赛亚 所以那些小孩子 现场见证 这位弥赛亚进入到圣殿了 他们之后长大起来 我相信他们应该是不再一样 这就是耶稣阿来到他的圣殿 因为弥赛亚真正地出现在人面前 所有人的反应 今天如果耶稣阿到了我们的教会 你是不是可以认得出他来 他有什么印记 你知道这是耶稣阿 还是迪弥赛亚还是迪基督是假基督 你的反应是什么 是祭司长立位 是祭司长假教师 还是小孩子那样的兴奋 我知道他是谁 呼喊阿 耶稣阿 哈玛西亚 那来要做王的 哈利路亚 所以耶稣阿到了 进圣城他是为了什么 刚才我们说了 他要应验经上的话 不仅是骑着旅居进圣城 告诉我就是王 告诉大家我就是王 但是王第一次来 骑着旅居证明 他要谦卑地上到十字架被挂 成为余月节的羔羊 他要过最后在地上的最后一个余月节 他要履行神给他的使命 这是他在地上完全的使命的最后重要一关 他本是为此而来 我们生到这个世界上 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而来吗 还是我们就生在这个世界上 跟正常人一样 没错 普通过日子 是的 普通过日子 结婚生子 适合拉撒睡 是这样子吗 耶稣阿也跟我们一样 道成肉身 他跟我们是一样的人 他在地上 他过跟我们一样的日子 但是他非常知道他的使命 我们说效法主 效法什么呢 效法倍增 效法丰盛神学 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好好思想 主的苦悲 你想要带荣耀的冠冕 如果你不跟主一样带荆棘冠 你那个荣耀的冠冕是人带上去的 有一天神就把它打翻 拿下来 当我们读 对 没错 他是要过月节 所以你要看四本福音书里面 只有路加福音 记载了一句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的话 他说什么 他说 主教节虚宰月节羊羔那一天到了 有人说 这些加利利人有可能在 雅比约十四日宰杀羊羔的前一晚 吃月节晚餐 我也相信 因为第二天是宰杀月节羊羔的时候 他就挂在木头上 耶稣阿说 打发彼得跟约翰说 你们去 为我预备 他怎么说 你们去为我们预备于月节的宴席 好叫我们吃 所以其他福音书我们只看到门徒问主说 你要我们在哪里为你预备于月节的晚餐 那我们就想说 门徒挺主动的 知道于月节为主预备晚餐 其实是主说的 你们去 为我们预备于月节的晚餐 叫我们吃 那我们去哪里为你预备 去了一个人的家楼上 有一个大的房子 当耶稣阿再来的时候 他要明明地在圣殿里作王 人要向他献上于月节的祭 但是他第一次来 圣殿还不容许他进去 就是这么的讽刺 但这位仁子 跟认识他这一小群门徒说 要摆设于月节的宴席 那我们提到宴席的时候 主在路加福音里面 跟马太福音里面 都有两个不同的比喻 在说一样的事情 你可以去读 虽然是不同 但是大真理是一样的 请来吧 样样都齐备了 快来 他请了些人 让我永远都非常非常震撼的是 众人都异口同音的 说什么 我去 有吗 众人异口同音的 推辞 刚才我们念了 你使我夺地为业 我刚得了一块地 我得去看看 你使我倍增 我又多了五头牛 我得去试这个牛好不好用 你赐我一个妻子 这个妻子 我跟他要结婚 这是你给我的 我为了赞美你 我先回家 我不能赴你的宴席 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 我们有一万个理由推辞 但是我们呼召神的时候 不允许 神有任何的理由 推辞我们 这公平吗 你们的道公平吗 还是神的道不公平 有时来到神的面前 有时你张口 有时你觉得自己心虚 有没有 这就是我们要悔改的地方 朋友 你到这里来 怎么不穿礼服呢 先前那些人不来啊 所以刚刚我们读了 到街上把那些不配的都找过来 掐子 瘸子 什么都来 朋友 你到这里来 你怎么不穿礼服呢 那人无言可达 什么叫做礼服 没错 我们礼面到外面 你赴一位王的宴席 你是不能随便穿衣服的 但这个灵异就是一个义服 你要行义的义服 没有 你怎么敢来 在我的宴席上出现 那人无言可达 你知道吗 当我们按照圣经的话语 跟弟兄姐妹们说 你怎么这样 你怎么可以那样 你怎么不能那样 你怎么不能这样 我们都有一万个理由 力齿临嘴 对不对 但是当我们来到 包括我 我嘴也很厉害 就是我有一万个理由 可能十一个理由 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 但是当我们来到 这位大君王的面前 当他问我们 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知道吗 当我们跟 这位大君王 面对面的时候 其实你是无言可达 你知道自己的亏欠在哪里 于是王叔把他捆起来 丢在外边的黑暗里 必要哀哭切齿 就是不是神国的地方 因为被招的人多 选上的人少 所以我告诉你们什么 先前所请的人 没有一个可以配上我的宴席 就如同第一次出埃及的时候 第一代的以色列人 除了加勒跟约束亚 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入应许地 神已经将他们带出来 目的是要将他们带入应许地 但是第一代的 二十岁以上的以色列人 除了那两个人之外 都因不信 不信就是罪 因为罪倒闭在旷野 这不是开玩笑的 神带我们出了埃及 你不能就出了埃及 在埃及以外的世界上逛 又进入巴比伦 又进入希腊化的罗马 始终不能进入到 神的世界里面 今天无论你在哪里徘徊 回家的时候到了 回家 不要再离开了 现在的世代邪恶 外面真的魔鬼如狮子吼叫 寻找可吞吃的人 我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 偶然来了 都还蛮强壮 蛮感谢 但你知道那个狮子 就吃那个大块的肥羊 是爱吃小肥羊 我们弟兄姐妹 被神都喂得好好的 所以 喂神 喂神 喂神过 喂神活 所以呢 有很多人跟耶稣瓦同行 哇 我就想那光景 就是我们所追求的 充满了荣耀 后面一大堆的followers 一发什么话 上万人赞 哇 我就是一个有名的YouTuber YouTuber 耶稣瓦没有跟他们说 你们跟随我 我想方设法让你们跟随我 绝对不说一句得罪你们话 让你离开我 耶稣瓦很让我震惊 每次读到这里 我其实下巴一直张着 这就是我的主 跟他差距还蛮大 但有的时候也蛮像 耶稣瓦转过来 他们说 你们跟着我干什么 湖里有洞 这里有那里 人子没有可以整的地方 但我们今天不讲这句经文 这里耶稣瓦说 人到我这里来 人到我这里来 若不爱我 胜过爱自己的父母 妻子儿女 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原本是若恨自己的父母 妻子弟兄儿女 和自己的性命 就不配做我的门徒 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跟从我的 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所以好好想想 所以耶稣瓦这条队的 跟随他大逼人 去一转身 就讲一些非常刺耳的话 很多人就说 这话难听 谁听得了 走人 有什么好跟的 这种门徒也要离去吗 这就十二个门徒 那么多人跟随耶稣 那么多人跟随耶稣 那么多人看见 耶稣瓦所行的异能 最后跟随耶稣瓦到底 不管说 耶稣瓦最后一夜 被卖的时候 他被钉了十字架 门徒都散了 没关系 耶稣瓦回来复兴他们 因为这些门徒 不知道耶稣瓦讲的话 但是我们这些人 现在是从头到后 完全知道的 门徒后来知道了 被他完全复兴 除了当面的犹大之外 他们这些人都被 都为了耶稣瓦殉道的 死得很惨 但他们的荣耀相当的大 我们今天呢 跟随耶稣瓦 跟随主 跟随耶稣 可以备赃 你想要什么 画出一个图来 把这个图摆在主角前 你必须给我 天天念 到最后到手了 这就是我们祷告的能力 Oh yeah 耶稣瓦到那里 把桌子掀翻 贼我 根本不是我的祷告殿 这里耶稣瓦没有说 背着我的十字架 跟从我 主的十字架 你背不了 只有主可以背 但是你有你自己的十字架 那我想问 所有教会的人 什么叫做 你的十字架 不要跟我说 我的十字架 是我的丈夫 是我的女儿 是我的妻子 我的十字架是什么错 你的十字架 就是那些 你要跪挂在十字架 要死的 你的肉欲 你的罪 要死的 你的丈夫 欺责而律 不是要死 是你要死 所以不要再说 我的十字架 是这个那个 你的十字架 就是你的肉欲 就是我的那些软弱 背着你的十字架 跟从耶稣啊 这就是门徒 还说心腹太早 先做门徒 你是否愿意放下一切 先来到主的面前呢 守月节为谁守 对不起 我们这周 我们连这几周 报告的时候 都讲一些 妥拉里面 有关月节的经文 守节是向神守 守节是为神守 不是为你的教会守 不是为了你的牧师守 不是为了你的长老守 不是为某个 很严厉的同工守 也不是为了你的丈夫守 也不是为了你的妻子守 也不是为了你的父母 儿女守 为了耶和华 为了耶稣啊守 神的节气 两周之前 我必须要讲一个见证 两周之前 我在家里这样来回地走 神跟我对话 他跟我说了两件事情 我很震惊 他跟门徒一起过月节 谁不知道 突然那天我就知道 我就被他给问了 门徒自从跟了耶稣 做了门徒之后 他们每天不在家里 跟着他们的主 rabbi 吃喝同住 所以月节没有在家里 他们出来 离开自己的家人 跟主一起过月节 或许他们的家人 有跟着在一起 但是圣经省略不计 让我们看见 门徒跟他的十二个门徒 耶稣跟他的十二个门徒 一起作息 为什么 我们都很会讲啊 逾越节是我跟我家人的日子 没错 谁也是这么吩咐的 但是当主来了 主要把门徒聚在一起 告诉他们逾越节 真意是什么 所以他为什么说 他在逾越节第三杯 这是犹太传统 但是神 耶稣啊 就是借着这个告诉 告诉他的门徒真意 有一天犹太人 也要在他这个逾越节的晚餐上 认出他们的弥赛亚 耶稣啊 我们现在提前认识了 好好珍惜 好好过 我们要跟主一起作息 主来了 这是第一个 哦 原来我们真的是 要到他的圣殿里面 跟主一起作息 你知道主不是跟我 对 是跟你 但是他有他的肢体 我们跟门徒 跟他的门徒 跟主一起作息 这就是耶稣啊 做成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来这里 在家里去 2022年有一些 各个原因 那牧师在 在远处跟我们联络 说这一年训练 大家在自己过 在自己家里过 有没有人发现 今年的余月节 是神学团队 守这么多余月节 是唯一的一次晚餐 雅廉长老没说错吧 是唯一的一次晚餐 我们之前都是午餐 有没有 早上 很少在晚上 我们团队 好像有一次 有一次 雅巴里还是 雅廉长老记忆好 就说 但是 我们做晚餐 不是那么的频繁 这才是应验了圣经 而且我知道 我应该在座的 如果 我希望 是我们自己团队的人 从 同牧师 被神带回来这一次 他讲的第一篇道开始 我们回去再好好听 有很多神的话 吩咐下来 我在这里 要提醒每一位 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开始 也不论你知道多少 这一次 如果你再不跟上 我不知道 每次我们都讲这个话 恐吓大家 但这是事实 我希望你被震惊一下 我跟你讲 每次我讲 我跟你讲 阿毛就说 你不用跟我讲 就在这里 你就直接讲话好了 他说 我跟你讲 是不一样的 神把牧师带过来 一年之首雅比月 春季节季打开 也说啊 回来的脚步 不再一样 你每年都这样期待 不是每一年的期待都落空 是每一年不断地积累 今年会不一样 这是第一个 神开启我的 第二个 非常地让我惊讶 也是 在上一个 安息日的 星期五的晚上 我在家里听一些敬拜 忽然就说 我为我自己求一些事情 说主啊 我打开圣经 你给我一句话 祷告完打开圣经 他给我看到一句话 我当时呆在 我站在庭流 整个人就呆住了 这样耶和华殿中的事物 巨都齐备了 这事办得胜诉 西西家和众民都喜乐 是因神为众民所预备的 历代之下 二十九章 三十五节 三十六节 我说what 我说什么 神 这跟我自己没关耶 后来神让我看了 前面的经文 三十章 三十一章 原来是西西家 过逾越节的事情 西西家带来一个复兴 突然他要开始 捷径圣殿 捷径圣殿之后 你知道捷径圣殿 就是什么 偶像 从圣殿里有很多偶像 复兴从捷径 你自己家 跟圣殿里面的偶像开始 这是复兴 你想敬拜神 你在里面一大堆偶像 一大堆 俊男美女 一大堆世界上成功人士 一大堆看得见 看不见的偶像 树在这里 树在教会里 树在自己家里 西西家突然开始 捷径圣殿 偶像打翻 然后立位人跟祭司 都在自解 导致他们 雅比越的第十四号 第一个逾越节 没有办法过 因为需要自解的人太多 根本就赶不上 所以过了第二个约节 所以他过约节是怎么样子呢 西西家派他的这个 骑马的一族 传达信息到散居 在各地 以色列地的十二个支派 那你说十二个支派 其实 约旦河东跟约旦河西都有 但是你知道 第三十章的十节 一族就由这城跑到那城 传遍了以法列马拿西 直到西布伦 那里的人却戏笑他们 讥笑他们 然而亚瑟马拿西 西布伦中间也有人自卑 来到耶路撒冷 神也感动犹大人 使他们一心遵行 王与众首领 众首领 凭耶和华之言所发的命令 他们聚集到耶路撒冷过程殿 当一位王从神那里领到一个 一个一个讯息 王有权柄 连王的话都不听 王代表耶和华 所以所有上来过节的人 都是被圣灵感动的 你知道 过于约节要自节 祭司跟你到这里 你去慢慢读 立位人都开始心里觉得 自责 开始自节 但是祭司还不如立位人 他们开始自节 但是到了过于约节的时候 还有很多人不自节 会死人的 发生什么事情 第十九节 以法连马拿西 以撒加 希布伦 有许多人上位自节 什么叫做 还没有自节 自节是可以看得出来吗 谁知道你有没有自节 礼仪上的捷径 不要吃不捷径的物 不要摸死尸 这只是其中一个而已 所以所有 陀拉里面 关于 捷径跟不捷径的 都可以 彰显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是可以看得见的 灵力的状态 是可以眼见的 他们却也吃 月节的羊羔 不合所记录的定力 西西加为他们祷告说 凡专心寻求神 只凡专心寻求神 这是耶和华 他列祖之神的 虽不照着圣所 洁净之礼之节 求至善的耶和华 也饶恕他 耶和华垂听 西西加祷告 就饶恕百姓 他自节 马上 你不要等着西西加 为你祷告 专心寻求人自节 下周三 不要等下周三 在自节来不及 现在就开始 除教 要现在就开始 所以这就是 我跟大家分享 当一个王 发动了一个 从神来的一个令 要到圣殿去守约节 人的反应是什么 你回应的 不是圣殿的呼召 你回应的 也不是牧师 跟同工的呼叫 你回应的是 这位圣灵 这位耶和华神 有福的人 你是不是愿意 放下一切 所以 得胜的 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 与我同坐 神要邀请我们 跟他同坐席 他在不停地叩门 这个不是给主外的人 就是给七个教会里的圣徒 门徒说的 他听见我的门 你打开了 打开干什么 也说啊 要到你那里 去跟你同坐席 有什么了不起的 少吃一顿饭 我能少一个肉吗 我不希望这顿餐 其实你不知道这个宴席 就是你能不能进入天国 这个宴席是在神国里面的 否则的话 你被丢在那个黑暗 只能咬牙切齿 你不要以为 只是一顿饭呢 这一件事情 连犹太人都知道 过节期就是要摆宴席吃啊 好像耶和华 特别特别爱摆宴席 吃饭非常重要 所以得胜的 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 与我同坐 就是我得了胜 在我父的宝座上 与他同坐一般 这个我们也觉得 没关系啦 这个这么多的圣徒 我们不用坐宝座上 我就 瞻仰他的荣美就好了 错 因为你不懂圣经 你知道什么人 才可以 王的身边 是什么人 可以跟他坐在宝座上 有没有看过 类似的电影 刚过完普尔日 以斯帖记应该有印象 哈曼能坐在宝座上吗 哈曼被挂了 被挂之前是众臣 他不能坐宝座上 他是 他是 亚哈水鲁王的众臣 他不能坐宝座上 他只能坐在他的脚下 众臣 众宾客 坐在亚哈水鲁王旁边的 是他的王后 以斯帖 所以跟王 同坐宝座 只有他的正牌心腹 就他正牌王后 众多的妃嫔 不能跟他同坐宝座 只有那一位王后 可以坐在宝座上 而你说你不稀罕 宝座 众臣 坐在宝座上 这就是婚宴 你到了婚宴 你要做朋友吗 你要做宝座吗 所以你选 我要做心腹 我要跟他同坐席 他不缺心腹 但是我需要这位王 Amen 有了这些铺垫 我们在进入立位记 我们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 又讲献祭条 那有血 抹来抹去 看血又晕的人也有 你要吩咐 献祭的条例 条例原文 Torah 所以上周的前六章 是给所有 以色列人的Torah 你如何通过献贡物 Korban 去亲近这位伊克华 这不是命令 你亲近是你的自由 但是你一旦要亲近 我这位伊克华 我有我的命令 所以神很幽默 他是轻慢不得的 你可以选择 我也可以选择不亲近 但是我想问今天 所有人都在这里 都是你在亲近 伊克华的一个举动 所以你如何亲近主 来到他的面前 是有一个 Regulations 是有一个条例点章的 不是今天 啪一下我就来到 神的面前 就冲进来 也非常好 但是你知道 神是给我们 开了这条路 可以使我们 直接到父面前 你披戴着高阳的 宝雪进来 你带着一个通行证 如果门口有一个 看门的 你是哪儿的 你要干嘛 我是508 神学团队的 看到这个通行证 就放你上来了 实际上在天国 我要去圣殿圣所 你是谁啊 他不会认你的 他只看 你有没有高阳的宝雪 但是阿巴父 是按着明认识我们 是对的 但是我们是 披戴着 耶稣瓦的宝雪 来到神的面前 他只认他儿子的雪 所以祭司 一定要去认真 听神的吩咐 妥拉 一步一步 按照他的吩咐去做 你不能疏忽的 你有一个小细节 随从己 我觉得这样做挺好 挺属灵 你看你下一分钟 是不是被烧死 性命关天 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立位之派 祭司是立位之派 所以整个的立位之派 代替以色列人 在圣殿的神面前服侍 他不只是服侍 不只是唱歌敬拜 敲锣打鼓 做worship leader 祭司还有 立位人祭司 这整个的之派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教导以色列人 神的妥拉 一个不懂妥拉的人 一个不能教导妥拉的立位人 祭司是没有办法 在神的殿里面 待敬拜 服侍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干什么 学妥拉 可以使得你在神面前服侍 不被击杀 不是开玩笑的 不是因为我会唱歌 我会几个乐器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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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自杀 一个不懂妥拉的人 你唱不出来 那我讲一个正面的话 一个妥拉 被神用妥拉训悔的人 你的敬拜赞美 你的一举一动都是不一样 所以这里在教导妥拉 不是教的人已经OK了 教的人第一个先学 上上周 神说了很多话 让我非常震惊 不用多话 一句话我在那里想半天 然后两周以后 刚好牧师不在 所以我就讲一下道 理所当然嘛 对 这三年都是这样子 有很多机会 锻炼 因为会讲话好像 而恩赐 那天天神跟我讲说 你知道你是一个 讲道的人吗 你在上面讲道 你以为你在做什么 我吓坏了 我真的吓坏了 不要以为在这里 哇 你知道 非常非常有重量 不是我站在上面 每一个人 都是在神面前 传讲信息的人 只不过你站在地方不一样 还是你知道 你是在做什么吗 所以立位之派 是必须以神的 视为念为先的 当立位人的父母 弟兄 儿女 妻子 遇到立位人的神 都要退居其后 如果你家里有立位人 其实立位人 就要跟本质派人 的人在一起 但是你家里发生了事情 立位人要以神为首选 父母 弟兄 儿女 妻子 老婆 老公出事了 等我 很急 我先去 这样做不了立位人 但是立位人是可以分班服事的 一个人没有办法 担这样的重担 我盼望所有人都起来成为立位人 敬拜火热不能停 让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子 你知道我就想说 我就要感谢雅琳长老 你知道这么多年 如果她不住在这里 你今天去哪里敬拜 你家里放录音 你试试看 对上次corona 阳过了 之后我在家里就放录音敬拜 我才知道现场是不一样的 我在现场听雅琳的敬拜 我都觉得现场是最好的 你知道吗 连我们阳过了 都是有目的的 三年怎么过来的 我每次过来 这个圣殿 之前我们九点半 我今天早上想的 今天时间花多一点 我的重头戏还在后面 后面有非常重要的教导 你要做笔记的 要不人家问你都不知道 我现在讲 之前我们在404租房子的时候 租的是什么 九点到十二点 而我们的聚会是九点半开始 只有半个小时 是人家的地方 我们要赶快布置会场 现在我们都做好了 我们来了就可以直接的 但是九点半 我们就以要 我们想尽量地节省时间 不要九点半开始了 你要花了一个小时 在摆东西 你敬拜在教导 那个时间是金钱 不只是金钱 那个是跟神在一起的时间 所以九点半 敬拜开始 所有的这些琴都摆好 每个人的状态都要非常 九点半 啪一开始就敬拜了 所以楼下那个 桃花西妈桑 就那钟来开门 我们这些同工 提前二十分钟 十分钟就到了 最后其实我们不好意思的 我们找到 其实感觉是 我们要想找到 你约的是九点半 你现在就来了 你约的是九点 你之前就到了 你是不是 对吧 我们的租约是九点钟 开始付钱 你找到了 你就多享受了 但是你知道吗 同事主那人 这年轻人真的很棒 你到404有时候 跟他打上招呼 这小孩子非常好 一个基督徒 他也不是卡着时间来的 他也早来 他每次看到我们 他是蛮温柔的 内敛的一个人 但是他知道 我们这些人很火热 想要多早来 一分钟也好 金白神 他不会说 你们是九点半 不要来这么早啊 时间不对 没有 他不说话 反而是我们 有点战战兢兢 说每次看出 卡巴西猫上来了 快闪 不要让他觉得 我们都在等他 好像他来晚了 没有 赶快闪 不让他看见我们在这里 然后真的 后来我们到了508 也是九点半 新的年度开始 十点钟开始 不来人还是不来 迟到人还是迟到 火热复兴 我想说 大家在家里干什么 公务是啊 在家里经败在美祷告 考着点来 不是啊 我跟你说 我在家里待不住 今天是聚会日子 我想哇 我就一把火 我想到圣殿里 跟神也好 神看不见 就是弟兄姐妹 听到这个琴声 一起敬拜在美 你知道这几年 三年吧 就讲这三年 每次来的时候 就看到 楚越跟雅辉 还有炳哥 跟着雅林长老 一起在敬拜 没有断过 怎么过来的 怀孕了 生孩子 叫来 我娶妻了 我娶老婆了 我生孩子 我怀孕了 请我准辞吧 不是啊 我巴不都要来啊 主啊 你的圣殿 我渴慕啊 让我来吧 神修神的人 一样好处都不缺 你的火热在哪里 今天我就跟神说 主要看到复兴 看大家是 很早就冲到 祷告殿里面 祷告 跟着琴声 一起敬拜 没有琴声了 自己里面 那个旋律出来 敬拜在美 你不敬拜在美 连小孩子都起来 敬拜在美 当我们一起在这里 圆圈圈 祷告举手的时候 让子有一次 牧师让 郭乡长老 照一个像 吕有时 小弟兄站在中间 看着我们一起祷告 举手 因为我 我公导的时候 是喜欢睁着眼睛的 我要 我要看全部人 什么人进来 在做什么 不是闭着眼睛 我公导的时候 绝对睁着眼睛 看全部的 发生什么事情 我一定要知道 他就站在中间 举手 那天上周 我是这样子祷告 他看到我 把手伸起来 他现在开始 翻圣经了 会说 我说 他怎么会说 西伯来文 这个是生命记的 西伯来文 妈妈说 这是沙巴 那个沙发不出来 小孩子马上就起来了 为什么小孩子可以这样 因为父母在家里 是这样子的 你问问妈妈在家里 把幻灯片打在墙上 是打到卡通片 还是敬拜赞美 你喜欢让小孩子复兴 让小孩子读圣经 让小孩子敬拜赞美 你在家里都没有 这样的一个生命 让小孩子这样 你是不是太 太不公平 太残忍 我就在前面敬拜 后面会听到 有小孩子 用日文 用中文 跟我讲过一句话 不是跟我讲 这敬拜怎么还没完呢 这是最后一首歌吗 我们小孩子 不喜欢敬拜 不习惯敬拜 因为敬拜在唱 在唱卡拉OK 父母在家里 没有敬拜 悔改的时候到了 OK 不要这耳朵 听完了那耳朵出去了 你讲话很有鼓励 第二天全忘了 两周前神给我一句话 他跟我话很多 就一句话让我去想 儿女是耶和华赐给的产业 有没有 每次郭湘张老师这里为孩子祷告 这边打出来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你叫这话什么意思吗 我说 主我跟你说过很多次 这么多产业 你也现在没给我这个产业 主笑了 我也笑了 主下去就跟我讲 问过他很多次 他这次就说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你知道什么是产业的意思 我就说 他为什么不说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礼物呢 你知道礼物跟产业 有什么意思吗 有什么不同吗 你从谁那里继承一笔产业 是利益 是钱 我当时惊呆了 摩西为以色列代求的时候说 求你记得以色列是你的产业 以色列是神的产业 陀拉是神给我们的产业 这产业是财宝 神要从以色列收利益回来 要将荣耀倍增地归给他 儿女的主权是神赐给你的 这个儿女是神的 但是作为一笔产业 托付给你 你要是这笔产业要盈利的 不能赤字的 不能倒闭的 不能破产的 明白吗 你怎么去管理 经营这笔产业 谁让你生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干什么 生养众多 荣耀他 生养众多是给所有的人类的 不是跟你一个人说的 你一个人生不了生养众多 你一个人生不了整个地球的人 这不是开玩笑的 神告诉我的话 我想他不是跟我一个人说的 这三件事情 我感觉他借着这次讲道 他要让我传递给所有 有耳可听的人 孩子多起来了 如果你在家里 不先活出一个 陀拉之子的样式 孩子长得很快 很快就流失了 被世界夺走了 因为孩子接受能力非常好 上次我跟有时见面 我跟他妈妈讲话 我就说了三个字 暗红色 我都忘了我们的前言后语什么 我就说了一个暗红色 他在我旁边就选 暗红色 我当时吓呆了 千万不要乱讲话 孩子在学 所以 要过一个 所以立位人 刚才这句经文 我已经说过了 因为他们要将 神的陀拉教训 以色列人 先从教训自己 教训自己的孩子开始 所以这周陀拉很重要 你的一件 开场白 就是说 这个坛上的火 要常常烧着 但是你烧之前要除灰 这个我们不陌生 在这里讲了很多次 所以我直接就讲重点 讲结论 繁记的灰 是繁记烧成的灰 不是垃圾 圣殿没有垃圾 神从来不制造垃圾 垃圾都是从人来的 所以这个祭物 早祭也好 晚祭也好 下午祭也好 黄昏祭 这个晚祭 就是这个现的祭物 它这个晚上 要在圣殿的祭坛上 会幕的祭坛上 默默地燃烧给主 没有人看见 你一个晚上 在黑夜里 你如何将自己 完全地献给神 只有你跟主知道 但是 第二天早上 你是不是为主 全人献上的生命 就会有果实出来 所有的人都会知道 如果你真的 完全献给主 你晚上默默为祂燃烧 早上就会 全人成灰 说明你为主 完全燃烧 那么主也悦纳了 如果第二天早上看了 这个祭物还在 祭坛上摆着 就糟糕了 你没有为神燃烧 所以没有悦纳 所以一夜之间 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所以我们都知道说 为什么说一宿岁有哭泣 早晨便避欢呼呢 为什么说 我们这自在之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 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呢 晚上非常重要 你想要开始新的一天 你晚上是如何为神 这样的完全地摆上 所以昨日的献祭 已经成灰了 你不要让它死灰复燃 重回到过去 所以小时候 经常喜欢一首歌 叫昔日重现 我信了主之后 我说千万不要昔日重现 Yesterday was more No more 我们要有一个new day 新的一天 新的早上 对不对 今日的献祭 还是一样的程序 不是的 祭司 立位人走在一个超自然里面 每天做一样的事情 我们每一周 都在做一样的敬拜 你可以去访问一下 带敬拜的人 是不是每周都是一样的 连你每周的心情都不一样 对不对 每个早晨都是新的 要需要新的柴 需要新的祭物 你需要新的心 新的灵 你需要新的意向 新的眼光 如果祭司跟立位人 在殿里面很无聊地服饰的话 他可能活不了几天 但是祭司跟立位人 在圣殿里面充满了神迹 跟超自然 因为那是神的同在 就讲一件事情里面 可以去思想 赎罪 现赎罪祭的时候 大祭司是如何 透过那一个厚厚的帽子 穿过那个帽子 走到至圣所 献祭的 就问祂是怎么进 祂手上拿着香炉跟火 还是怎么从 那么厚的帽子进去的 圣殿充满了神迹 所以我们祭祭上的火 是永长新的 新的一天开始 今天早上没有除灰 早上起来 顺眼朦胧就冲过来 还是除了灰 昨天的灰 然后你今天的赞美祭 敬拜感谢祭就开始了 所以你一定要烧尽 问题有了 烧尽 我们英文也会说 burn out 你是不是burn out 你是不是都崩溃了呢 我今天有两个问题 有两个burn out 有两个烧尽 你为世界忙碌 为自己而生活 你这个也可以烧尽 叫burn out 你这个是崩溃的烧尽 你为主而活的生命 你必须是要为他烧尽的 你不烧尽还是不行的 然后你才有一个 新生命的开始 你才有一个 重新得力的 一个起头开始 你是哪一个burn out 你burn out吗 你烧尽了吗 我看大家有的人 已经被这个世界搞得崩溃 来到神的殿里面 重新得力 有没有 救人哪 你今天是为主死透啊 你不死透不行啊 我再助你一臂之力好了 所以你要烧尽 你才有今日的新生命 才能 你才能可以为主完全燃烧 你说我烧不起来 我怎么没有那个人 那么火热啊 虽然 为什么 因为你没死透啊 你没烧透 你没有为主完全摆上 烧了 刚烧了你一个小指头 你就啊 就从台上下来了 很好笑 但这件事情非常可怕 从晚上到早晨 我们要进入到一个 生命更新的循环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 生命写照 对不对 除婚你才开始 一天的献祭啊 所以新的一天 要从除婚开始 新的一年 从什么开始 除教开始 所以除教节在春天 所以犹太人有一个领受 我觉得看了之后 蛮有意思的 像我们这些圣徒也一样的 你知道圣殿里 有一个祭坛 我们心中 有没有祭坛 你是不是神的圣殿 那么你的祭坛的火 怎么样 有没有 有 爱神烈火不可熄灭 但我跟你讲说 灵魂的爱火 这个灵魂为主的爱火 你不仅是说燃烧 而且你是 所有人都可以看得见的 你知道进到会幕 进到圣殿 第一个看见就是祭坛的火 对不对 祭坛就在门口 火啪一直在烧 每个人都看得见 就是说 你每个人 你爱主的烈火 是所有人都看得出来的 烈火是藏不住的 而且不能藏 怎么说 你是要 啪打开心扉 这就是我祭坛的火 你要向全世界做见证 我是多么爱我的主 很多人在全世界见证 我爱这个爱那个 有多少人去向全世界 拿了奥斯卡金奖 你站在那个讲台上 你为谁做见证 有多少人说 我是爱主 为主做见证 你别闷烧啊 闷烧会把自己烧死啊 这火一定啪出来 所以放眼过去 你是什么 你是有没有 他的爱火 是什么火 一目了然 所以爱火 你要烧尽西安女子的污秽 要烧尽一切的不冷不热 要烧尽一切的不忠不争 无论环境 环境好不好的要燃烧 在外邦真的不太好过 也就是守个安息 守个节期啊 公司没完没了的开会 就在那天 节期的时候开会 爱火燃烧 不得时 得时 爱火燃烧 黑夜燃烧 白皱了也要燃烧 弯曲被谬 污秽淫乱的世代 怎么样 熄火吧 这都什么世代 走人吧 No 燃烧 到了末后的日子怎么样 不要神妥拉的事情会增多 爱火怎么样 继续燃烧 时候要到 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 耳朵发扬 就随从自己的情欲 增添了好多师傅 并且言耳不听真道 偏向荒谬的言语 你看到这些 灰不灰心 走人吧 他们爱怎么样怎么样 No 托拉之子的爱火燃烧 Amen 有一句话 很吓人 如果你要爱火燃烧 你要把一切拦阻 你爱火燃烧的这些东西 全都拿走 你知道我们出埃及的时候 碰到什么吗 碰到亚玛利人 他在路上遇见你 趁你疲乏困倦 击杀你 静后 就是在这个队伍后面 最软弱的人 最软弱的人都在后面 为什么 因为你软弱 你走不到前面 就在软弱 所以并不敬畏神 他把那些人全杀了 很可怕 犹太人就读出来 遇见的西伯来文是 Kara 冷啊 冷漠 冷酷的西伯来文是 Kar 这两个西伯来文 就差一个嘿 所以这句 西伯来文的经文 一摆出来的时候 犹太人读到的 不仅仅是说 亚玛利人在路上遇见我 他们读出来的是 亚玛利人在路上 遇见神的子民 使神子民对神的爱 变得冷淡 如果一个人 用属世的邪火 被世界上的爱夺走了 你献给神的圣洁的爱火 如果你里面有邪火 在不停地燃烧 邪火就是讲 这个世界的 欲望的火 反正只要是 跟神相敌对的 那么你最终是要 燃尽 疲乏 困倦 身心灵的软弱 你提不起来 所以 亚玛利人就要 找你了 你现在有没有遭遇 亚玛利人 自我检测一下 爱主 如果你 如果你爱主 不胜过爱 你的父母 妻子 儿女 弟兄 姐妹 事业 梦想 钱财 房子 车子 这个那个 和自己的性命 如果你不能先求 神的国跟神的义 就是你在跟随主的这条路上 你已经遭遇了 亚玛利人 所以你要起来征战 为你奋勇 征战到底 你征战什么呢 征战 这个 我们的灵魂爱火 是专给神的 你要烧尽 所有亚玛利人的 对你的 一切的攻击 这是一个 灵理的 下面我要讲知识 真知识 不会使人自高自大 真知识 使你的爱火燃起来 所以我现在要讲 几点真知识的话语 非常重要 所以 先喘口气 第二段 马上来 你知道我们 进入立位记 你会看到很多 关于献祭的事情 关于会幕的事情 关于 吃喝 衣食住行的 吩咐条例 但是在新约的圣经里面 有一些经文 让你越读 越觉得 这个妥拉 没有了 废除了 充满了瑕疵 跟软弱 已经 见衰 见旧了 所以今天我们 要点出来 非常简单 不用长篇大论 我几句话 就可以点出来 然后你回去 去默想 各罗西书 二章十六节 跟十七节 说什么 翻一下圣经 我没有都写 嘿嘿 所以呢 不拘在饮食 或节期 月寿 安息日 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 这是原事 后世的影儿 那形体 却是弥赛亚 哎呀 这些妥拉 都是后世的影儿 你们这些人 守一些影子 你们真的是 不知道 你怎么干什么 但是我今天告诉你 什么叫做后世 什么叫做影子 跟尸体 所以要听明白 以后你要去 跟人去讲解的 有些人拿这个圣经 会问你的 说这句经文 到底什么意思 你一定要跟人家 讲出来的 后世 他的希伯来文是 Olam Habba 他的翻译直翻 就是The Coming World 未来的世界 来生 我们也讲来生 你的来生是什么啊 弥赛亚的神国 新天新地 与你相约在今世 见面在永恒啊 那个永恒在哪里 The Coming World Olam Habba 弥赛亚的国 所以呢 陀拉中有关 饮食 节气 月术 跟安息日的 那些影子嘛 有影子就有实体 如果你的影子 没有实体 你是鬼魂 所以耶稣瓦复活了 说你摸我 是实实在在的 我不是鬼魂 我可以吃喝 所以呢 这些都是真相 在天上的真相 他的实体 真实 在耶稣瓦的身上 所以 听好 影子跟实体 是不可能分开的 你有没有影子 你有吗 你有影子吗 你有实体吗 你是影子 有影子 证明有真人在 你在地上 你当然是影子 你上了天国 就有实体了 这有什么难的 你在地上 你都不知道这个影子 你怎么知道实体真相啊 所以每天都来学 你学的是天国的真理啊 所以这个影子 让我们找到了 耶稣瓦的真相 有没有 每周我们来解决 我们来学习陀拉 我们再告诉你什么 条文 条例 条款 没有 我们让大家知道 这指着 怎么指着 耶稣瓦的说的 为什么 这个赎罪记 是这样子做的 为什么要洒那么多的血 所以我们守的是 天上的事情 不需要地上的人 来给你审判 跟评价你 我不需要 因为我做的是 天上的事情 明白吗 不明白在思想 没关系 必须明白 你一定会明白 你很聪明 因为敬畏 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遵守耶和华的命令 就是什么 聪明 西伯来书八章五节 他们供奉的是 你们这些人供奉的是 本是天上的 事情的形状跟影像 遵守妥了 如同你走在 天国实体的影子里面 是天国的在线 你在跟随主的角中行 如果你已经离开了 这个天国 如果你没有这个影子 如果你没有守妥了 你等于是 偏离了天国实体的 那个真相的运行 你已经偏离了主道 你看这个树 跟它的这个影子吗 如果你没有在这个天国的影子里面 你偏出去了 你是谁的影子 你的实体是谁 我们守的是天上 陀拉真相的影子 实体是天上 天地合一啊 那你又守的是什么 所以在地上 我们活出天上的陀拉 与天国的真相合一 与主合一 对不对 天上的父就因此得荣耀 神的国就降临 神的旨意行在地上 无同行在天上 要不 阿们 对不对 要不然你 你怎么知道你是 在地主在天 幻想天上是什么样子 天上非常真实 不用你幻想 你把影子搞清楚了 上到天上 啊 这个我知道 这个这个我知道 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恩典 你相约在 今世 见面在永恒啊 就想 今天心里就可以见面了 哈利路亚 没有多少天了 对不对 阿们 下一个经文 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 和属世界的圣母 圣母 神的圣所是属世的吗 那我就 我们要从希伯来文看哈 属世界的圣母 这句希伯来文是 Earthly Mikdash 这个Mikdash是圣母 的希伯来文 就是圣所 我们经常听Mishkan Mishkan就是会墓 会墓就是摩西在地上建的那个 那个会墓 那么 什么叫做属世界的 这个希伯来文的字呢 它就是说Earthly 它是 Alci Alci 这个是地上的 就是告诉你说 这个不是在天上 就是在地上建立的 就是告诉你 天上跟地上的物体的区别 那么这个Alci Mikdash 这个Alci的 它的名词是Eretz 或者是Eretz 中音不是很地道哈 这个我们经常会听到 你在 就是地上 国家 领土 一提到以色列地 Eretz Ezra'el 对不对 可是这个不是说 世界的圣母 这个世界的圣母 是属世的 不是 他就告诉你在地上的 而已 告诉你是他地上 在摩西 在旷野建的那个 这告诉你什么 在地上建立的 仍然是 不是属世的 是属神的 是属灵的 会墓 在地上是移动的 是暂时的圣所 但是圣所 是永远的会墓 所以神说 又当为我造圣所 使我住在你们中间 你有没有活在地上 那你是属世界的吗 你是属世的吗 不是 你要属世 你就糟糕了 你在地上 但是你是属神的 你是属圣灵的 地上的会墓 他是在地上建立的 但是他不是属世界的 他是属神的 是圣洁的 是属灵的 Amen 所以所谓属世界的圣 圣母 就是说摩西在地上 所建立的那个 神的圣所 天上的永恒 入侵到地上 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事情 你也是地上的帐篷 但是神的荣耀 降下来之后 你就不再一样了 Amen 西部来书九章十节 这些事 连那饮食跟猪斑洗浊的规矩 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 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 神的妥拉是属肉体的条例吗 很多人是属肉体的 我们要属灵的 那么我们就说 西部来书九章十节 你一定要看上下文 上下文写在西部来书九章九节 这些事 是指在 会墓里献祭物跟礼物的事情 在会墓里献祭物跟礼物的事 都是耶和华 吩咐给祭司的条例 Torah 有没有 Torah来的 所以饮食指的是什么 饮食 我们今天读了陀拉 我们都知道 祭司在献祭的时候 得那个祭物 是耶和华赐给他们的份 这是他们的饮食 不仅如此而已 我们读到历威祭十一章 有一些是关于饮食跟饮水的 你如果是洁净的跟不洁净 你要分开的 这是他陀拉的吩咐 那么猪斑洗浊的规矩 就是有关洁净礼的 你知道祭司跟利文人到会墓里面 要洗澡 洗手洗脚 我们都学过了 所以基督教有那个洗礼敬礼 他的原来的真相 就是在陀拉里面的这个洁净礼 你到以色列地 看到很多的古迹 那些挖的那些池子 那些坑啊 那个都是他们圣殿时期的洁净礼的池子 他们要不断地洁净 所以施洗约翰 施洗约翰 他实行这个洗礼 不是他做 是所有的犹太人 见到他 听到他传讲之后 有赶的人 自己下到水里接近 施洗约翰不会一个一个 把你翻倒在水里的 因为这是犹太根源 不是基督教根源 明白吗 所以呢 什么叫做 都不过是属肉体条例 都命定到 这些时候就不在了 耶稣已经来了 所以这些都是属肉体条例过去了 不是的 所以呢 圣经版本 西伯来本 OGB Oxodox 这个正统犹太教的这个 Jewish Bible里面写了说 External regulations being imposed Until the time of the Tickun Tickun Restoration 什么意思 这些条例 献祭 洗浊 饮食 都是你外在看得见的 直到耶稣来的时候 将这些外在的 你所行出来的献祭 饮食 为什么 守食物力的真意 真相 告诉我们 使我们更知道 我们在做的是什么 对不对 因为主的妥拉 你在保罗的书信里 找不到它是属肉体的 反而是属灵的 是圣洁的 所以彼得非常地迫切说 如果你们读不懂 保罗的书信 还要强解的话 就自取沉沦 今天把保罗的书信 回到妥拉根源里面 打开 讲清楚 保罗是最懂得妥拉的 他是我的妥拉老师 我在读圣经的时候 除了学习这个妥拉之外 我看他的书信 他给我解释 神的妥拉到底在讲什么 所以我到天上 第一个 或许除了耶稣之外 我可能真的想要见保罗 少误 他是最棒的妥拉老师 妥拉教师 所以守得人 不能属肉体 这个妥拉是圣洁的 你也必须是属灵的 所以耶稣啊 他来 不是要来 废除 他所 自己定的规矩 他是来 恢复成全 这些妥拉条例 应该有的 内在的属灵真意 你在不停地做 为什么皮特高尖读 妥拉 这些外在的 皮特野树啊 野树啊 就是妥拉的话语 外在的跟内在要合一 否则你是分裂的 我只要内在的 内在的生活 你有了内在生活 你一定有外在的彰显 否则你没有内在的生活 我们读一下 路加福音24章 主复活的时候 他开了门徒的心窍 他们能明白摩西的妥拉 跟先知的书 和诗篇上所记的 反指着主的话 都必须应验 有一些已经应验了 有一些还在应验当中 天必留他 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 所以耶稣啊 说的复兴 不是我们希腊思想的 好像把一个全都打翻 然后我另造一个新的 不是 希伯来思想的 是我要来恢复 神造这个世界天地万物 起初我应该有的新意 他不是来取消万物 他不是来取消你 有人说旧的都取消了 你也成为旧人 谁也把你取消了 你看看怎么样 如果你不更新 确实要被取消 他是来恢复的 他第一个正在恢复的 就是他的妥拉 今天我们站在这里 传讲妥拉 你站在这里听 你坐在这里听妥拉 听了之后 你回去学妥拉 你学了之后 教导你的儿女 你就是活在 耶稣啊的恢复当中 振兴的时候到了 如果你没有 糟糕了 现在正是神 复兴万物的时候 直到他来 不是他来了才复兴 复兴已经开始了 阿们 复兴有没有开始 可能在你那里没有开始 在我这里有开始 在哈佛这把有开始 阿们 不阿们都不行 有火 希伯来书八章七节 前约若没有瑕疵 就无处寻求后约了 前约 希伯来文 the first covenant 希伯来文 哈布瑞德 哈瑞瘟娜 哈 贝瑞 贝瑞 贝瑞士特里面的贝瑞 是约 瑞瘟娜 它就是第一个 首先的the first 就是在西乃山颁布的 妥拉之约 后约是什么 the second covenant 第二个约 哈布瑞德 哈什尼亚 哈什尼亚就是第二个 后就是被翻译成 后约新约第二个约 所以我就问大家 前前后后到底几个约 还是这里只不过告诉你 就是前后而已 它的内容不只是说 前约不在了 后约又有一个新的 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人们所认为的 后约 新约 第二个约写在哪里 竟然写在前约 第一个约的耶利米书的 三十一章三十一节 这三十四节 有没有 很熟啊 我们今天不重复了 你在脑子里应该背下来 所以 你应该去读一读 耶利米书三十一 三十一到三十四 你就会觉得 没有变呢 约的内容还是这样 只不过它写在我的心板上 将这个陀拉写在我的心上 对不对 所以 有一点 有一点点可以阅读能力的人 你知道 这两个约的内容 是同一个约 那么到底新在哪里 你旧的更新了 你当然就没了 因为都在新约里面 一切的都在新里面包含住了 就像我们经常举个例子 你租房子到期了 你要更新你的租约 你还是租的同一个房子 还是同一个约 同一个屋主 对不对 你还是继续住 如果你 更新这个约是 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约的话 那么你可能不能住在这个房子里 这个不叫更新契约 这个叫你换房子住了 你现在换房子住了吗 你现在换约了吗 换主了吗 土拉内容有变吗 耶稣来了 死而复活 他有改变他律法的一点一化吗 这个逻辑怎么不清楚呢 我没有办法理解希腊神学的逻辑 还好我没有 还好神没有让我去希腊神学院 不需要去 那一年有感动要去神学院的时候 有一个姐妹跟我说了一句话 我现在还记着 你还去什么神学院 我们这里就是神学院 在教导妥拉 我说哈 我说这也没有发license 以后去了各个教会 谁认你是谁啊 我起码有一张神学院的一个license 一个证书啊 我是名牌 我是名正言顺的 谁知道我们这里是什么 好像最后还是没让我去 他让我学陀拉 是最棒的神的学校 我们有最棒的拉比 耶稣啊 我们有很好的老师 同牧师 真的教得非常好 我是跟他学出来 真的很棒 我在外面找不到这样的老师 我觉得我是他不错的门徒 我可以敢这样讲 我真的很认真 因为有一次 童姐在带我们的时候 童牧师说 你们没有一个认真的 我就啪被打个脸 主啊 我回家 他说你们没有一个认真的 回家就啪回家 说主啊我要认真 所以我们最开始是非常认真 学习神的话语 前前后后 都是一个约 都是一位立约的主 唯一不同的就是 你的心不一样了 淫妇 蜕变更新成为 守约的心妇 所以如果你今天唱 燃烧心妇 如果你真的被燃烧了 那么你真的是 不一样了 心在哪里啊 约更新了 这个约的内容没有 变 是我变了 我成为心九心皮带 我不再是旧人 对不对 那么我就说 前缘有瑕疵啊 前缘的瑕疵到底在哪里啊 就两句话告诉你 瑕疵一 是牛羊 献祭的牛羊 没有办法除罪 这是瑕疵一 瑕疵二 是你软弱 不是神软弱 是人肉体的软弱 不能行出神的妥拉 所以 前缘有瑕疵 不是约有瑕疵 是我们有瑕疵 所以 牛羊不能除罪 但你献牛羊干什么 让你想起罪 你带着信心 我的罪 放在这个 几乎的头上 耶和华就赦免了我 耶和华赦免你 不是因为牛羊 是因为你对他的信心 是因为在创世之先 耶稣啊 他的爱子 已经为你 献上了祭 他赦免你 你从 圣殿时代 到现在的末后时代 你可以亲近神得赦免 永远都是因为 那位超越时空的 主羔羊的宝血 进入到神的圣所 阿们 妥拉因人的肉体软弱 无法被行出来 不是妥拉软弱 是你软弱 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 成为最深的形状 成了赎罪祭 罗马书版八章三至四节 所以呢 让这个义 就成就在我们这个 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身上 知道了吗 前约的瑕疵在哪里 神的约没有瑕疵 是你我有瑕疵 神的道是 是完全的 我们需要在他的道中完全 没有一个是完全的 需要在耶稣的道中得完全 最后一个 既说新约就以 以前约为旧了 哎呀 见旧见衰了 天地都要废去 他没有说 约要废去 天地要废去 他的约有长存 所以什么是快归无有了 到底什么归无有了 是你的旧人归无有了 是你的旧人要死啊 旧皮带是渐就渐衰的 旧皮带是没有了 是快归无有的 你一定要是新人守新约 一定要新酒新皮带 旧的约被更新了 新约没有改变 旧的当然不需要了 因为都在新的里面 内容是一样的 有那么难吗 有一句话 耶和华因自己公义的缘故 喜欢使妥拉为大为尊 他没有取消 而且是为大为尊 我跟耶和华同心 妥拉在我的生命中 也是为大为尊 阿们 最后一个很有意思 哎 你们这些人 真是的 这因信得救道理 还未来已先 我们就被看守在妥拉之下 直圈道那将来的真道 耶稣啊 显明出来 这样 妥拉就废除了 哪里有血 这样 妥拉是我们蒙训的师父啊 引我们到谁那里 引你到世界那里 引你到希腊神学那里 No 引你到希伯来 妥拉老师的弥瑟亚那里 使我们音信称义 音信称义还守了我们妥拉 你的音信称义表现在哪里 你的意行在哪里 信心必须有行为 我的信心表现在 我不是淫妇了 我是心妇 我可以守约 我的信心的行为表现在 我守约了 这叫做你音信称义 称义 你就得救了 你哪里得救 你的这个名证在哪里 我信耶稣了 你哪里让我知道你信耶稣 耶稣为什么死 耶稣为你被约死了 他死而复活之后 你被他救赎了 然后你不守他的约 不是他白死 是你还没有活 你是死人 你还没有复活 对不对 从此我们就不在 什么手下 从此我们就不在 师父的手下 对不对 但保罗 他没有说 从此我们不在 妥拉的手下 但师父不是妥拉吗 No 师父 你不在师父那种管辖之下 你知道 耶稣没有来的时候 耶稣没有来的时候 你还没有知道 这些都是跟耶稣有关的真相 你像一个奴隶 被打 被骂 你要守妥拉 你要守啊 你知道吗 但是当你 被这位蒙讯的师 被妥拉教导 成为一个 该信乐要守妥拉 而且你看见了 他把你带到耶稣那里 看到耶稣的真相 妥拉的字句 都是指着耶稣说的 你就不再需要 这位老师对你这种的督促 你就自由地去守了 所以你就不在那个被督促 被这种鞭打催促的里面 你不再是奴隶 你不再是小孩子 你长大成人了 你可以自己学习 并遵守妥拉 对不对 孩子小的时候 我们当中有很多小孩子 妈妈教导小孩子过马路 有没有红绿灯 你跟小孩子说 绿灯要走啊 红灯要停下来 绿灯走的时候 看看左右 小孩子停 有一天小孩子大了 不需要你再这样跟他讲 他自己就知道 绿灯行 红灯停 那我请问 你是不是还要这样 一直跟他去念他 不用了 孩子自己就去了 但是绿灯行 红灯停的 这样的一个道理 没有改变 改变的是 你不用再那种被念来念去 你是自由 甘心乐意 因为你从妥拉当中 看见了耶稣尔的真相 影子跟实体成为一 这句话就是保罗在说的 很难吗 所以你要长大成人 不要老在师父的手下 天天念你 你要这样 你要那样 为什么 因为你已经有新的 新新的灵了 从自小到自大都可以 我要认识主了 我已经守妥拉了 我们这里的小孩子 现在就还被教导 等他们有一天 真的认识主了 就不需要被你念了 他们自己就要开始学妥拉 必须去传讲妥拉 我经常在这里 508祷告店里 看很多小孩子 长得很快 一眨眼生出来了 一眨眼断奶了 一眨眼可以吃干粮了 成长是可以有目共睹的 那我们这些大人呢 我们在神的眼中 是什么个成长阶段 你断奶了吗 你可以吃干粮了吗 你还在师父的管辖之下 还是已经长大成人 得了新的新兴的灵 我可以自己去过马路 走红绿灯了呢 你在哪一个状态里面 一切都在演习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但是这个演习不是假的 是真的 祭司七天坐在会幕门口 遵守耶和华的吩咐 他们的罪被耶和华赦免 他们免得他们死亡 祭司七天承接圣职 七天在会幕门口里去 演习天国的真实 直到第八天出来的时候 神要去印证 他们是不是已经可以 成为我的祭司 在我的面前服侍 那么神会有一个印记 如果第八天出来服侍 神悦纳他们 天上的火会降下来 烧了那些祭物 从此祭司演习的时候 是用地上的火在烧 因为天上的火还没降下来 你只是在演习 等第八天 你用地上的火 去演习这个献祭的时候 神悦纳了 祂的火降下来之后 祭司在献祭 就要用神的火 因为他在圣殿里 服侍是天上的真相 阿们 你不是属地了 你也不在属世了 神的圣殿 神的火 服侍的人不是清洁工 不是义工 不是奴隶 是他的祭司 心腹 先要做祭司 先要做门徒 最后才是心腹之高点 阿们 因为你的丈夫良人是谁啊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你在地上 我们不好好演习 我们配得上吗 配不上他这位大君王 你现在在演习 是有一个目标的 你不是 没有任何的目的 在这里坐着厅 来聚会而已 给我一个聚会的场所 我心里就安了 我起码有聚会的地方 我们告诉你 神血团队不是这样的 No 神血团队是个特种不对 一般人根本在这里 还待不长 但是神要拣选你了 你还真的走不了 因为有人一直念你 我跟神说 神今天应许我一个祷告 我们那个哈曼 他一定要来 前面那个大祭司 已经被念了 我那天说 主 我一定要看到这个人出现 你可以动他一个念头 让他坐立不安 他就要跳到圣殿里面 见你的眼 今天敬拜完了 我看这位弟兄 就戳在那里 你知道吗 神很爱我们 你真的知道 神很爱我们的 神不会放过你 神要真的像你放手一样 他放你的话 我们今天早在这里了 不是说你们怎么样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 如果神对我放手 我今天也不在这里 我们对他的爱 只不过是他 真的是一个一个 小的指头动起来 我们就已经受不了了 让他说 让他的爱全部倾倒下来 他就看 可能 那就是雅琳长老心脏恢复 心脏疤 我现在 我跟你讲 受不了 所以 受不了 一个小小的指头 他动我们 我们就已经不行了 所以呢 我们在地上 预演天国 你知道 祭司 我在这里 敬拜赞美 凭信心 唱出一句 他的话语 我们在这里 凭信心 传讲他的妥拉 你知道吗 我们在地上 上演天国 天国就真实地 上演在地上 我们不是在日本的 浴茶水的 508祷告殿 敬拜 我们是在天上 释放天国在地上 释放神的旨意在地上 我们讲妥拉 是讲天国的真理 今天 要有一些人 一大群人 因着妥拉的真理 被打开 你要看见 耶稣瓦的真相 你不只是活在影子里 你要影子跟实体 合而为一 你要与耶稣瓦真相合一 你从此不再人格分裂 你从此要从里到外 从头到脚 衣食住行 都要跟他合一 你今天将不再一样 我们今天的信息 就暂时结束在这里 我们有一个祷告 请雅琳长老为我们 有一个先知性的音乐 你知道这不是伴奏啊 你知道祭司立位 人在圣殿里面 唱出神的预言 这是敬拜 神的话语 唱出来的能力相当大 所以如果你错过了 前面的发育言敬拜 其实是蛮可惜的 哈利路亚 何等大的事情 我们在地上上演天国 祝你要来恢复万事 祝你必快来 今天你 今天是我们纪念你 尽圣城的日子 有一天你真的要 重新的 以你真正王的方式 要进来 今天我们要对自己的 重城门说 你摸着自己的心 你对着你自己的灵魂说 重城门呢 你要抬起头来 你知道吗 你是神永久的门户 神从创世之先 就已经认识你 祂在创世之先 就拣选你 你一定要做那个 被招的人 也要做被选上的人 你要做得胜的人 你要被神举起来 你要自己 要把自己举起来 因为荣耀的王 今天就要进到你那里 你听见了 祂的叩门声 你要把门打开 你要让祂跟你同作息 那荣耀的王是谁呢 你今天不再 封闻有祂 你今天要亲眼见祂 祂是有能有力的耶和华 祂是在战场上 有能的万君之耶和华 所以心腹要起来 为祂征战的 为了祂的圣洁 为了祂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付上一切的代价 你用你流血的新约 做了你心腹生命的赎架 我对得起 耶稣啊 你为我付上了 这个生命的赎架 因此我在这里来传讲我生命的赎架 来传讲你这位带火的陀拉之约 我欠你的 从来你不欠我的 你不欠我 任何一分一毫 我欠你整个的生命 哈利路亚 我们今天需要你更新的一个灵 我们需要看到人真的被他真正的恢复 复兴起来 甚至要冲到他的祷告殿 坐立不安 我们要到他的殿里 你的殿我是何等的可慕你的愿意 有多少人是可慕他的圣殿的 他是万君之耶和华 神是清漫不得 他是荣耀的王 你是否可以想象 他有一天跌着白马猎天而降 他头上戴着众多的冠冕 他的血 他的衣服上溅了血 他来踹全能者神大怒的九诈 他来复仇 他来为他的圣殿复仇 他来为他的圣徒复仇 他来为他自己的约来复仇 他是万君之耶和华 他不是一个软弱的羔羊 他是犹大支派的狮子 他要发出吼叫 耶和华从西安发出吼叫 他的民听他的声音 就从东从西聚集而来 迎见大君王 哈利路亚 赞美主 让你里面那个灵魂爱火 被燃烧起来 燃烧起来 你要跟着主的角踪行 进入他要为你打开的 这个春季节期 等候耶稣阿的降临 耶稣阿你来的速度之快 超乎我们的想象 当人还说稳妥的时候 你突然降临 但是你的心腹绝不惊讶 祝你来的之快 无论人是否已经预备好 你仍然要来 因为你是神 当你的时候到了 当你预备好了 你就会列听而降 哈利路亚 赞美主 愿你的话语被尊为大 高高在上 那奉主明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就是我们的耶稣阿 哈马西亚 我们的耶稣阿 哈马西亚 这所有的祷告 都是奉你宝贝的圣明 你跟众圣徒 跟众天使天君 已经预备好了 高羊的宴席在天上 已经摆开了 你的心腹 预备这场世纪的婚礼 胜败只在一刻 心腹已经预备好了 心腹已经预备好了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你的荣耀 赞美主